有建議替代役逐漸在校園退場 許多學校出現警衛人力不足的問題 縣議員葉恩創在本次臨時會議程中 就希望縣府教育處要重視此一問題 尤其近來發生許多校園安全的社會案件 因此也希望教育處能夠多費心 最基層的中小學來講 他們年齡層又低 有的老師他要去撲操 他要去年齡劃工作 他都要做還要教學照顧小朋友 那回到安全的部分來講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那所以要請縣長 請我們教育處長 針對學童校園安全的部分 警衛人力的佈置 這個是不是要多多幫忙 針對渝池鄉大雁村產業道路久未改善 導致農民以及遊客通行非常不安全 縣議員王秋淑也希望縣長能夠重視 緊急來改善大雁村的產業道路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希望說在這裡想 希望說拜託我們的縣長說 重視我們這邊的產業道路 讓我們這個路段 能夠把我們的樸設能夠更加安全 因為上面還有雖然有三戶的居民 但是有三百多人都會來這邊進出 都會到很多農民都會到我們這邊的茶區 去施作他們的茶園 因為這裡的道路真的很不好 我上次有去過 真的這裡的道路需要我們縣政府來這邊 來趕快來給它改善 讓我們的農民進出還有遊客進出 能夠更加安全 縣議員蕭志全則針對建築廢棄物處理問題 希望縣府環保局能夠來主導 協調各鄉鎮市公所來收費處理 方便民眾處理建築廢棄物 我們的相關規定叫他拿去廢棄廢 南無關廢棄廢又有限 有的鄉鎮也沒有 你想一般我們一集生意 就是這些民眾 他有可能這樣再來敵山 再來到他來 我認為這是相當有難度的 我是建議說 是不是由我們環保局的主導 在本次臨時會議程中 針對校園警衛人力不足 大宴村產業道路改善 以及建築廢棄物處理等問題 議員們分別提出建言 希望縣府相關單位能夠重視 保障鄉親的權益 記者陳偉一南投縣議會採訪報導 不上其辣 還有女人 佛旻 靜歐